早上才刚跑完 宪明有约 接下来直接下到东六四县连外道路改善工程 进行动工仪式 这也正是嘉兰村民所最关心的重要工程部分 县长当然不能缺席 周处长 还有我们刘董事长 各位伙伴 各位乡亲 早安大家好 好不容易我们今天终于能够尘埃落定了 中央核定了一亿多的工程费 能够来投入这个道路的附件 对于嘉兰村村长林教广来说 看到这路即将可以在明年通行 也相当的开心 是有一点高兴 高兴是因为有一点点的眉目 就是有一条路要重新动工 那希望也是一样 就是说县长的来到 然后这一次的动土 希望是希望的开始 9月16号即时 恭请各位长官一拜 再拜 三拜 礼成 向上天祈福 希望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 这每逢台风就受创的金风乡嘉兰村 得赶快恢复 村民也才可以放心 以上新闻事由记者张立成 在金风乡的采访报道